哇,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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给它做了 哇,还有风哦 哇,去年我们我在这里放的这个又风香了 后来来的一窝风,给我们取了一些糖 后来就没有管它了,今天来看一下 哎呀,这个风还在这里面 应该还有糖啊 过几天来去糖吃吧 哇,有半桶了 哎呀,会遮人,会遮人 有半桶了 哇,赶快放出去 哇,哇,哇 哇,给它做了 哇 脸上给它做了 哇,我再看一下有没有长糖 在脸上给它做了两针 哇,等下肯定会肿起来 糟糕 快跑,赶快跑 大家好,我是康爸 这段时间一直下雨 今天呢,刚好雨停了 我在山上来灌一下 哎呀,看着这山在这个浪漱周下 长这么多的野生菌木耳 像这样的木耳是可以吃用的 这个木耳是很好吃的 这个烂点 我估计这个天气啊 应该是很多木耳的 去里面找一下 能不能多找一点吃吧 看一下 这个就是 这种木耳 和几些那种黑的木耳又不一样 这种木耳 非常的透明 哎,非常漂亮 这个木耳口感非常好 滑滑的很好吃 哇 那底下 底下那个树上砸了好多 在这个悬崖底下 哎呀 怎么能够爬下去呢 在那底下 这个 这个 悬崖底下 涨好多的 黑木耳 哎呀 怎么下去踩呢 这个石壁上 涨满了这些 啊 涨满了这种植物 后面很多这样的星星 这应该是一种 嗯 一种药材吧 哇 哇,这么大的石壁 从这里 爬下来 哇 底下还这么深啊 底下还这么深啊 非常的深 哇 怎么踩到层子里下去了 哇 哇 看一下 这个石壁有多高啊 啊 我们终于爬下来 看一下这个木耳是不是很漂亮 这个是天然的木耳 这种木耳是可以食用的 很好吃的 啊 我现在要把它 抓一下 抓一下啊 这个是纯天然的 好东西啊 我在上面的时候 就看到了 嗯 这下面长这么多 虽然这是悬崖 啊 我也要把它摘回家 因为这个是好东西啊 这个树呢 就是那种叫拐枣的那种树 它会 所以它倒了就会长 这个藤本植物 都是一种药材 这底下长很多 看 这底下长上都是 这都会长很多了 这个还没有大 我们捡 捡这个大的采摘 小的就不要采摘了 像这样大的采摘 看来 哇 这里有一个小的树臀 从这里攀岩上去 哇 没有点 有点 有点 抓起来 这 会拖掉 一拖这法就很危险的 就脱掉 一拖这法就很危险的 好,好不容易爬到那悬崖底上 踩一点木,真的不容易 我看一下踩多少 看一下,应该有好几斤吧 哇 像这样的下雨天,这个悬崖上是非常的滑的 你看这个石壁上都是有水的 一般是不建议大家去爬这个石壁的 我刚爬上的时候,一根棍子打到眼睛 打在眼睛边上,打破了 底下看一下密封的时候 要给密封折了一下这个地方 又有一点肿 我们先回去,有这么多也够吃了 可以吃几天了 可能飞出太阳了 我们把这个倒开来晾一下 如果有太阳的话,我们就拿到太阳里面晒一下 这个很容易干的 晒一两天就非常干了 就可以储存在那里,慢慢的吃了 如果一直下雨的话 我可能还要用这个烤箱吧 把他烤干来 今天视频就到这里 我们下期再见 拜拜